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Mental Health Deep Dive的讲座 本次讲座是由拉拉社群的热心成员Kat老师给大家带来的 Kat老师完全doing this out of her goodness of her heart 而且她的partner是FWomen的一个非常hardworking的staff 所以Kat老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这样非常non-commercialized的精彩的呈现 这也为Kat老师增加更多的credibility Kat老师真的是抱着一个非常慈善非常好的关怀的目的来给大家做的这个讲座 然后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阿婆门这个组织办 Kat老师还翻到第一页 阿婆门是一个以核心为Empower Sexual Minority Women的组织 是一个在美国注册的NGO 之后也会办很多类似的活动 比如说有一些Kat老师之后也会有一些series of这样的心理咨询的讲座 还有我们的这个性别研究的研讨会最近也在大力的开展 大家也可以欢迎加我们的这些微信社群 我把这些负责人的联系人的方式都打在这儿了 大家可以去加一加他们 有洛杉矶的西雅图的美国基本上各地也都会有 然后也欢迎关注我们的Instagram账号 Instagram账号的话会定期发布各种活动 尤其是线上希望更多的能benefit到这个global的社区 然后扩大每一个这个community leader的影响力 然后让可以把这些知识的力量辐射给更多的社群成员 然后还有一个LA Pride 然后之后可能会有一个campaign叫empowerment campaign 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自己一些empower的story分享给大家 自己作为一个性少数的社群成员 在什么情况下觉得自己有一些力量 然后可以overcome比如说生活里面的difficulties 或者就是empower到自己以任何方式都可以 所以之后也会在Instagram上面推广 也可以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Instagram账号 然后我们就来简单的过一下今天的活动流程 我们可以花大概20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然后再花20分钟的时候讲一下 如何找到一个合适的心理咨询师 也是很多人之前都有的问题 然后再讲一下心理咨询师比较关键的credentials 尤其是在美国的和中国的 因为今天也是一个Chinese speaking的session 所以就可能大家cultural background 也都是美国或者中国的 然后会deep dive一些比较popular的common的approaches 这个等一下Kat老师也会具体的说 最后是一些creative alternative的therapy 这些都是建立在这些established credentials之上的一些其他的alternative approaches 然后最后是一个Q&A环节 下面我们就把整个的floor交给Kat老师 哈喽 我来先给大家做一下做我介绍 大家叫我Kat就可以了 然后我著名名叫逍遥 pronounce是she, her, hers 我之后马上就要回到南家了 我马上就要回到温暖的地方 然后就去pepperdine读一个doctor of psychology 是一个心理学博士 然后现在还在费城在完成我最后一个月的硕士 也是读心理咨询 然后之后的啊 specialization应该会主要在于lgbtqia plus的population 然后会涉及一些section sexuality 创伤类的还有比较general depression anxiety 然后life transition adjustment 和self esteem这方面的主题 对大概的一个比较感兴趣的方向 相信大家之前可能也有过一些找心理咨询师的经历 然后尤其是比如说不同的保险 或者不同的这些网络的这些搜寻的方式 会有一些很多的list 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一些比较多的research的话 就很难找到合适的 所以我们先请Kat老师来聊一聊 就是有什么具体的方式可以帮助大家找到合适的心理咨询师吧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intro 然后可能很多大家也听过 但是给大家就整体讲一下可能要看的几个方面 如果你现在想开始去找一个咨询师 或者换咨询师也是可以看到 然后比较general第一个点 我觉得大家可以看看你想找就是自己个人的individual 还是找couple 找group 然后这里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会比较在就是个人和群体咨询中会有一些不太确定 其实很多人不会很偏向找就是群体类咨询 又会觉得好像不是很私人 然后会有点担心就之间的关系 但是我看到很多人也会比较喜欢做群体 因为群体咨询如果是一个很好的group dynamic的话 大家就是所有人都是对方的一个support 然后也会互相共情 也是一种很powerful的方式 嗯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可以考虑的 只是觉得很多人没有考虑到 所以我想把这个单独说一下 嗯 大家一般会 但大部分我这里的内容也会根据一个就是单人的咨询来介绍 就是individual therapy 来介绍 然后啊 确定了你想做哪一种咨询之后呢 我还觉得大家可以考虑一下你是想找一个in person 还是virtual的啊 我个人会比较推荐大家做in person的咨询 因为in person 咨询 你可能会得到更多的信息 从一个来访的角度来说吧 如果我是一个来访的话 我可能会更想知道我这个我跟这个咨询师 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外不合不合呀 然后我会不会很喜欢他 会不会能感觉到安全 然后想要跟他去分享一些我的感受 因为在咨询过程中的分享都是比较私人的 如果你觉得这个咨询师给你一些嗯压力之类 你可能不会很好的跟他进行这个工作 对所以我觉得啊 in person 可能会从来访久上来说 可以得到更多信息 同时你也可以给你的咨询师提供更多的信息 不过virtual呢也有一些很好的好处 比如说他不太会受到一些时间呀 然后transportation之类的限制 如果是中美跨国这种 因为有时候在大家会找中文咨询师 在美国并不是很多 那这种情况下也可以就会更方便 有这个access 然后这里有一个要注意的点 我觉得是在美国的话 如果你想做一些virtual therapy 那他每一个州他拿的license 最近是拿license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如果我在加州要拿一个license的话 那我只能在加州practice 我也只能给住在加州的人去做这个咨询 如果我在纽约州拿一个license的话 我只能给纽约州的人做咨询 所以如果在美国境内 大家想要找一些就是virtual的therapist的话 就要考虑一下就是你这个州之州之间 有没有这种跨州的情况 对一般就只能找一个州内的这种咨询师 但如果你想做一些就是跨国的话 那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国内目前没有这样的法律 所以呢 你可以找国内的咨询师去给你做这种咨询 或者如果你是咨询师 或者考虑的咨询师这个行业的话 你也可以去给国内人做咨询 这个在跨国目前是没有一个这样的法律的 嗯 然后这样就是一个比较 嗯比较general一个大家选那种形式的吧 然后其他的话 我觉得最重要的大家可能在意就是我找的 咨询师 他擅长的是哪一个方向 然后在中文的话 一般咨询师会写多元文化 因为这个在中文 大家不会直接去 嗯翻译 通常如果你想找一个中文咨询师 他们在介绍里通常会写一些多元文化呀 或者有时候也会写跨文化 嗯 这些关键词的话 可能证明他会有一些LGBTQIA 就是这些的backgrounds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 嗯 我列了一些比较常见的 大家可能会想说想问的东西 就这些点 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然后其中需要注意的呢 就是如果你有一些像eating disorder呀 或者像你想做一些像sex therapy 这些的话是需要 那个咨询师他有特殊的一些training 和特殊一些certificate的 所以如果你有这方面问题呢 我推荐你可以找一些 就是在自己的介绍里写到有这个 这个点有这个specialization的咨询师 这样确保他给你提供帮助的时候 他是有接受过一定的training 然后更加了解这个方面的内容 尤其像sex therapy 可能需要非常非常aware 就是各种方面 而且要做一些 desensitization之类的工作 所以最好是要找比较专业的人来做 然后这个之外呢 我把cultural competency也放进来了 其实嗯 有些人会在自己的specialization 直接放上就跟culture相关的 但是有些人不会放 嗯 这里我没有写cultural background 是因为我觉得 并不是一定我要有这个backgrounds 我才很competent 为这个人群服务 其实有时候更多于在于他如何去 理解和如何是没有是否有尊重到这个人群的人 嗯这个也是在我自己找到我的therapist之后 才有了解到的 因为我现在的therapist 是一个60多岁的白人奶奶 就是我最开始是也没有想到可以跟他建立一个非常好的联系 因为感觉文化不一样 然后年龄差的也很大 就是没有想到 但是他当时给了我 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给了我很多就是关于culture啊 还有包括我identity一些就是response都非常的正向 让我觉得非常的安全 很相信他 所以当时他那段经历让我觉得 即使我们不是同一个backgrounds的 不一定全都来自于就是比如说亚洲的这种文化里面 但是他是非常能就是非常competent 去跟我做这个工作的 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这这点也可以去考虑一下 就是一定要找有cultural 就是cultural competency的 但是也不一定 因为一定是有background 才会有这个competency 甚至说有时候有这个background的人 不一定有confidence 所以要大家去建议大家去多聊一聊 然后或者你可以直接去问他 因为这是一个双重筛选 你可以去问他 有没有跟啊 类似于我这个background 不一定是culture 或者其他identity 就是有没有跟啊 类似这样的群体工作经验 然后你之前的工作是怎样的 虽然像是在刁难他们 但是呢我觉得是一件很必要的事情 也是为了你之后可以工作比较好 然后嗯这个之外呢 还有一些小的点 就点很多 就有些人会在意你的咨询室的性性别 你得他gender 然后他年龄 还有你跟他工作多久 性别年龄感觉还是蛮常见的 至少我个人来说 我也会更偏向于跟女性去工作 然后年龄的话我不是很在意 但是感觉很多人都会啊 这个也是一个筛选的一个目标吧 嗯 然后关于工作的时长的话 这个也是嗯可能会跟周和我讲一些流派会有一点联系 嗯假如说你想去做一个非常长期的 比如说以年为单位的那种咨询 就想更多的去了解自己呀 然后把这个作为一个个人发展 然后个人认知的一个方面的一个探索的话 那你可能会想做找一个就是嗯 他的流派比较偏长期的 然后且他能够给你做比较长期的工作一个咨询室 那有时候呢我知道很多人想去只是比如说这一两个月有压力很大 或者我最近分手了 嗯 我就这一段时间我很难过 我只想做这么一短短一段时间的咨询 那我可能去要去找的就是嗯 更快速可以帮助解决问题的一些咨询师 所以我觉得这些点就是可能大家在找咨询师之前可以去稍微就是review一下 我想我的期待和我目前的一个小小计划是怎样的 它不一定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事情 就是我一我就是要做多久 我就要找怎样 只是说有个大概框架 当然也许你找到咨询师跟你想的也不太一样 嗯也没有一个所谓的就是完美咨询师 他可以满足你所有的期待 但是嗯有一个框架我觉得会比较好 我们现在是从一个general的一个 呃characteristic或者attributes的方式来聊一聊咨询师的这些选择的criteria吧 那我们再从practical的层面 比如说有什么具体的方式能在美国或者中国来找到这些心理咨询师呢 有什么具体的分几步走这样的过程呢 嗯我来先说一下美国的地方 呃我个人比较推荐就是大家从保险公司入手 因为保险公司很简单 他一个是他跟保险公司合作 他的质量肯定是有保证的 虽然美国基本上你拿来信使都有保证 然后其次的话他可以报销 就是会比较方便 一般你的保险公司呢 他会有一些对接的就是therapist 你可以直接去问你的保险 就是他们那边呃有服务的一些咨询师的list的什么 然后你可以从上面去联系 那这样的话能保证你的咨询一定是可以被报销的 然后也会比较方便 因为你不用去两边就是很多去确认一些东西 所以我比较推荐从这个保险入手 然后其次的话我会推荐一些大的公司 呃这个pray practice 就是有些公司他其实属于pray practice 比如说我写了一个strive work 就我把它放在这里 所以仅仅是因为我自己在这里找到我的therapist 嗯但是还有其他的公司也很好 就这种大的公司我比较推荐原因 是因为他们比较就是比较organized 所以呢他们会帮助你做很多事情 假如说我自己去找了咨询师的话 其实他可以报销 那有时候我要去中间去做很多的联络 然后嗯要去问 但是一般大的公司的话 他的公司页面上都会 他会登记你的咨询的信息 然后他们会帮助你跟保险去联络 然后到时候的账单也是 就是你的账单上会是 通常会是保险公司付多少钱 然后你自己付多少钱 嗯会比较清晰 然后很多手续都不用自己去做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就是一个很方便的方式 如果能在大公司里找到的话 我觉得嗯可以省很多的事情 然后大公司内你换咨询师也很方便 直接就是跟这个人说 如果我不做然后去公司里去转下一个咨询师就可以了 嗯这些都是算在你市场里的 他们会帮你去做这些工作就比较好 然后第三点的话 我觉得大公司比较好是他们通常会有一个比较系统的一个结构 嗯像我知道大部分的大一点的公司像是这种类型的公司 他们呃在里面做的咨询师是要有 是一定会有督导的 然后也会有一些会定期有一些就是training 然后他们会有互相之间会有一个support system 他们可能会几个人一组 然后定期会讨论案例啊之类的 所以他们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整体会有一些比较就是可靠的一些资源和可靠一些帮助 然后感觉在面对案例的时候 他们也会更加的有也不能说全都很有经验 但是他们会更加的就是能像有经验的人寻求帮助 所以大公司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靠谱的 然后像private practice 呃这种大公司很多都属于private practice 像一个公司下面他挂了很多很多咨询师 然后咨询师都是跟这个公司合作的 嗯然后如果你要自己找private practice的话 嗯相当于不一定所有都会走这个保险啊 所以他费用可能不会cover 但是你可能有时候如果你有些特别需求的话 可能会需要找一些private practice 那这个就是看个人的需求 如果一个整体来说会比较推荐这几个方式 然后啊价格方面 我可能等会有一个slide会说 国内的话 因为像我们这边也是可以找国内咨询师的 然后我就分了你是找咨询师还是你想找一些心理服务 啊一些tips 咨询师的话我会比较推荐你去找就是ky的咨询师 ky它本身是没有咨询师的 但是它有一个对接的平台 如果大家去就社交媒体上找应该是可以找他们对接平台的地方的 因为ky这个公司我也有一起合作过 所以呢他们就是说他们的质量非常的可靠 所以他们的对接的那个平台我有去看过 嗯他的介绍无论是介绍方面还是他的一些就是设计和他们里面的咨询师的一些能力 都是属于就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比较可靠的 他们整体的系统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系统 所以我觉得ky是一个我非常看好的选择 简单心理 简单心理的话 我也是知道他们咨询师是也需要有一些考核 然后有定期培训才可以在那边上岗的 就不是说你所有的背景你过去都可以直接进去做therapist 我知道他们会有一个筛选机制 他们整体的一个结构和他们咨询师的质量我觉得是非常有保证的 其次的话就是中科院心理所 中科院心理所的话很多人可能不会一下子想到去那边找咨询 因为大部分他们都是做研究啊或者搞学术方面的 但其实他们也有一些心理咨询的服务 而且里面的老师都是非常有经验的那种 所以这里的咨询师也都是很好 但是唯一一个问题就这里可能会比较难约 因为排班会比较满 如果去的话就是会比较难找 但是找的话应该是不错的 然后出资论还有一些别的 这几个是我乍一下能想到我觉得还不错的 然后再往后说呢就是心理服务 心理服务的话可能在国内的话这种会非常的流行 就是算是犯心理然后轻咨询这种类型 因为国内没有一个像美国这种特别系统 非常严格的心理咨询师的一个考核和标准 所以很多时候大家会也 加上国内的心理咨询并没有在医保里被包括进去 所以不能报销很多人不会花钱去做心理咨询 然后就会衍生出很多各种各样的心理服务 可能就是像写信呀或者一些记事文字呀或者这种线上的 嗯 蓬贝心理咨询 对这种是非常多的这几个呢是我觉得还不错的 首推的还是ky 就我就像说ky前一样但是并没有 他们真的是非常可靠 因为我自己之前也在那边做过 然后做的时候他们有啊定期的考核 有培训 然后有考核 然后要求非常的严格啊 ky现在的话是有他们自己的 app 叫月时 然后在里面的话 你也会看到各种 咨询师的一些信息啊 也可以选择跟他们去做咨询 嗯 他们的咨询属于即时文字线上文字聊天那种 就有点像是微信聊天的形式 啊 现在他们就是要收费了 但是费用并不是很贵 就整体来说比正常的咨询呀什么都便宜很多 然后还是比较专业的 所以如果大家只是要一些计时啊 或者突然心里就是心情不好 我突然就很想聊天 就上去直接就是找在线咨询师 跟他们聊就可以了 就是一个比较快速 比较有效率的方式 然后像白岛联系 Findsop这种呢 都是免费的 然后他们也有不同的项目 有是信件的 然后有的是呃文 线上既是文字的 就像微信聊天的 然后也有就是线上视频的那种方式 嗯 但是人员流通会比较大相比ky来说 因为ky更多是我在这里 经过这么多努力 然后留下来 大家会更偏向于留在这里 但像其他话 可能根据大家不同需求啊 可能人员流通会多一些些 但这些都是我觉得 嗯还不错的一些资源 更适合一些 就是我很突然会需要一些帮助啊 或者我想倾诉 需要得到一些回应的时候 我觉得找这些会比较可靠 毕竟咨询的话 我可能只能一周见一次 或者我要约我要等 然后这种你就会比较即可得到回应的感觉 然后一些tips的话 就是因为像国内 没有一个心理咨询的资格证 现在是在推 现在应该是在推行中科院卫健委的一套 心理咨询的一个考试 然后好像目前是要把它推 推成全国性就有点像美国这种 心理咨询式的证书 但是也比较新 嗯虽然比较可靠 但是比较新 不是所有人都有 加上国内没有一个法律 要求说所有人都一定要有咨询 是资格证才可以做咨询 那确实对 所以确实是涉及到这样一个 大家能力的问题 所以我会比较推荐 大家找的话就找一个心理咨询 或者至少是心理背景下 硕士级以上学历的 当然如果海外学历的话 我觉得会可靠一些 因为海外一般都是要求 就在考证要求会比较高的 然后刚刚刚刚说的是 国内如果是二级三级咨询师的话 比如国家二级和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 这些的话并不是 并不是很难考 它还是之前比较好考的 然后现在已经废除了 但我知道很多人会写上去 但并不是说写上就一定不好 它可能只是多一个证书 就写在上面了 对 但是我觉得需要一些其他更多的关注 如果他们满足其他的要求 会更加好一点点 关于他们的个案时长 我觉得大家也要找稍微长一点点的 我这里选三千小时 是因为我会相微做一下对比 像美国的话 如果你想要考心理咨询师的资格证 你首先要满足课程要求 然后你要满足三千小时的实习数 被读到的实习数 然后你要考州的法律 要考那种考试 反正很复杂的过程 它一定是有一个这样的保证的 但国内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经过这样一个实习的过程 而心理咨询呢 理论是要有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你在实习过程中 你有没有更熟练的 可以跟你的来访进行这个工作 所以我觉得个案时长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个案加上团体吧 我觉得超过三千个小时 就是一个比较 我觉得会我自己去找 我会比较安心的一个标准 大家在聊天窗口里面表达出了一些 对中国咨询现状的一些诸多的不满意 或者有一些怀疑吧 等一下也可以具体的说一说 我记得在备课的时候说 关于这个时长 是大家一般是会说一些真实的时长 然后这个是可以用作一个point of reference 可以这么理解 我真的不能确保说所有人写的都是真实 但是我个人认为 他如果写虚假的 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帮助 因为这个东西有点像他的reputation 如果他写这种假的 一旦被发现了 其实对他整个人的资质啊 和之后接来放都不是很正向的影响 在很多资质都不太确定 尤其是没有一个明显的资质体系的情况下 用这个时长是一个不错的reference 来判断一个人的资格呢 现在国内的行情来说 可以从学历和时长 还有我第三点要说 就是有没有接受长期的督导 对因为经理咨询 就像刚才提到 是一个主要以就实践为主的 当然是我接的个案时长 我接受的client越多 那我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就越有经验 这个事情不能保证 原因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个案时长 是我就接了一次 我接了三千个人 还是说我接了一个长期的咨询 但是通常他这个数量越高 他应该就是他的经验更丰富 毕竟三千或者上千这种时长 或者有些就真的很有经验 他们会有上万的时长 他也不可能是真的接了上 就是几千个人 所以攒了这么多 他一定是有他有经验的地方 才能得到那么多的咨询 或者说他从业年龄 就是从业时间非常长 所以他才有这样子的经验 对只是说这是一个判断 大家是不是有经验的很好的方法 然后关于长期接受督导这个点 也是一个关于经验方法 因为像美国的话 他可能要求在美国考证了三千小时 是要求你一定要有就是督导的 然后很多人在刚从业之后呢 会选择有督导工作 或者自己去找督导 那这种时候他也会有个质量上的保证 因为作为新手咨询师的话 他很多不确定的事情啊 或者说有一些 不是很熟练的地方 都可以有一个更有经验的人去帮你知道 但国内的话 其实没有一个这样子的机制 而且督导其实督导是蛮贵的一个开销 对但是还是蛮有必要的 我觉得如果能找到有长期接受督导的话 那他在质量上一定是有一个比没有督导人会更好的 尤其是新手 如果真的特别有经验 他要是那种已经上万时长 然后他没有督导 这种就是也没有关系 如果他时长比较短的话 我觉得督导会比较好 然后收费的话 一般如果你可以保险保销的话 自己最开始的话是有一个限额 你要满足那个限额然后满足之后 你可能一次咨询根据不同的公司 或者你找不同的人 嗯二十三十四十五十的其实都有 大概大概我一觉得一般 我知道都是在四十到左右上下 嗯你一次自己可以就付这么多 然后其他是保险帮你付的 嗯如果你找private practice的话 一般一次在100到150左右 然后你可以问一问 如果你要去找的话 你可以问问那个咨询师 他没有sliding scale sliding scale 就是有些资讯师 他会根据他的来访的一些背景 会帮助你给出不同的定价 比如说你要是学生 没有一个自己的收入的话 他可能就会给你降个十几 二十刀三十刀 然后让你还去做咨询 嗯但这个话每个咨询是不一样 也不是所有尊师都有 但是我觉得如果如果有的话 可是还是问一下吧 如果有的话还是省钱的 这个事情就是只有好处 是不是有话处还是问一下比较好 然后如果是在国内的话 一般是200到2000嗯对 如果你自己这种的话 就是你在公司找 在自己找 其实都可以公司有一个渠道 但是公司的话 一般到资讯师手里 肯定会扣一些扣一些钱 嗯如果你自己找的话 钱都到资讯师手里 这个就是资讯师收入多少的问题了啊 你也可以选择在公司找或者从一个来访的在公司和在自己找都是一样的 然后价格还一般都是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培训是呃 学历啊然后他个案市场还有一些有没有特殊的training嗯对有关 谢谢凯曹老师的这个overview 我们可以先pause一下我看聊天窗口里面有一些呃问题吧 主要分为几个类型首先就是对中国的一些呃咨询师资质的一些怀疑或者过去经历的一些失望吧 所以不知道凯曹老师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建议可以更好的帮助到大家 这个事情主要是国内确实没有一个比较整体的一个机制去相当于去保证他的质量 所以只能说在自己选择的时候要不要小心这也是为什么给大家列出这个tips 因为我个人找的好肯定会找一些就是学历比较高然后个案经历比较高的人 因为我觉得尤其是在海外学心理咨询尤其心理咨询的培训 他一定是至少有一些有一些东西的他不可能就是没有过这个背景 在国内确实我就算之前其实现在很多也是现在一些老咨询师也是 我不一定真的赌过心理咨询然后我也不一定真的有过这一方面的training 但是我还是可以去做这个咨询师所以这样确实是很难保证的 嗯对有没有什么cavias或者red flag是你听到了之后觉得啊这个可能不好 或者你之前看的老师之前自己踩过的一些雷或者一些science of这些不好的呃这些特质呢 嗯嗯我觉得 有一个点看一个自尊师有没有经验或者说他感觉好不好我个人会比较偏向去看他有没有在给我输出一些价值观 就是当然这个事情是无法避免的在过程中无法避免的但更多看于他有没有把他的价值观就是凌驾在你的价值观之上 比如说他会去教你做些事情啊会觉得你这个事情不对呃有一些流派中确实自尊师会是一个更authoritative的 就是位置 但是呃更多是也但是我觉得大部分我有时候大部分我听说的吧不是很好自尊师他们都会是一个就是 没有真的帮助没有真的从你的角度帮助你的感觉嗯我觉得你会 你会想要找一个更能够抱持住你的感觉然后更能够从你的角度理解你然后帮你去解决问题的人嗯一般我推荐用 一到两次或两到三次咨询你可以去感受一下他有没有做到这个事情 因为一般第一次咨询你说能感受到他整体的一个风格是可以的但是具体他会怎么做这个工作其实并不一定很清楚啊如果真的要去试验的话可能用一到三次左右我觉得差不多 因为再多的话你要觉得不合适去做也很浪费钱没有帮助就差不多用几次你可以去试验一下看一看这个人能不能理解你的感觉聊天聊天室里面的问题大概保证有多少个session 可能会和咨询师建立比较良好的关系或者凯特老师也要不要提一下和心理咨询师建立良好的关系的一些sign和他的重要性能 嗯我觉得这个一般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就是我大概多久可以跟他建立比较好的关系就跟你自己本身的一些就是与人建立关系的一些习惯和这个咨询师他怎么跟你去相处 这中间的一些一些互动也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我自己做咨询的时候啊我跟我最近是建立很好的连接但是你说我真的完全对他很open吗其实这个事情也是有待考量的啊 因为有些事情我觉得人都是有一面你一万不会跟任何人说包括你的咨询师那这种时候我也跟他建立很好的连接但我也没有完全暴露我自己嗯 但并不代表这个咨询是不好的只是说你的边界在哪里以及你暴露多少可以帮助到你去做这个工作嗯 这个就涉及到你们之间的一些连接就是有没有建立好或者说什么时候建立好也有时候是你感觉你们关系一般一般然后突然一下就好了嗯 都是有可能的那我觉得更多看你跟他气场合不合就是你对他的感觉是怎样的如果这个咨询师你一上来你觉得 嗯不舍会有一些距离感或者说就像你跟陌生人不一下子敞开心扉那种感觉是ok的但如果他让你觉得嗯有被威胁到或者感觉很危险或者你根本就不想跟他去聊一些真的很 很就是在你内心的事情的时候嗯我觉得就不要可以考虑一下要不要继续或者说可以考虑要不要跟他去聊一聊这个事情 因为有时候你作专师也许也不想给你这个感觉嗯只是说他也没有找到方式如果你觉得想聊话你也可以跟他聊就是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跟你聊这个事情 或者说你说一些东西让我觉得很不安全所以我没法去进行看这个事情能不能继续下去如果可以继续下去的话或者你愿意尝试的话其实是可以的啊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也可以去换一个咨询师去重新建立一个关系 我看到也chat room里面也有说在美国咨询师也有一些不靠谱比如说甚至有一些racism或者其他的尤其是我觉得这对LGBTQ来说也是particularly important 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些方面的经验的所以呃请凯特老师能不能也聊一聊有什么样的特制是比如说在美国心理咨询师里面可以避免的或者watch out for 的一些 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广来说其实不管他满足没满足一些学历要求啊一些training一些他自己的价值观肯定会在这个过程中暴露出来嗯 其实这个话也很难说我找一个一些就是标准我去有没有没有很难说有个checkless我去一个个看 因为一般比如说他真的有race的情况你可能一开始并不会发现嗯或者说他一开始就没有表达出来或者他可能是microaggression他自己都不知道啊他就习惯了就这种事情我觉得很多时候如果你想的话就是我个人我可能会直接问他或者我会跟他说你这件事情让我很不舒服 因为他虽然是你的咨询师但是这是你的session然后你们是一个合作关系你完全可以告诉他哪里我就是不喜欢哪里让我很不舒服嗯 然后看一下他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跟你磨合如果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这个发言或者他这个行为很raceless或者很不舒服的话他没有这个意思的话那也许是可以改正了但如果他自己觉得啊我没有就是他无所谓 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reflect就可以考虑一下要不要继续 所以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要和心理咨询是work together 并且你也可以有这样很多的机会给他提供feedback是这样是一个interactive的过程 是的是的对尤其嗯咨询师他其实嗯而且咨询师他不是一个老师的形象他不会教给你这件事情怎么解决不会帮助你做什么事情更多的是你自己要就是我去工作 然后他可能我我自个人比较喜欢说就是尤其是会引导我或是启发我去做一些事情或者给我一些support 但真正的工作还是你自己要做的所以要表达出来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样他才可以更好帮助你或者你知道他是不是可以帮助你的人 嗯我们再问最后一个问题然后我们由于时间关系先进行到下一个环节吧就是相信大家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在美国的时候我看到zoom用户在说就是关于语言的问题在美国的时候是可以更好的帮助大家找一个比如说中国说中文的心理咨询师呢还是就语言在这个整个心理咨询的体系里面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嗯我个人觉得语言很很难说不重要因为呃我身边确实有很多朋友之前想找咨询师但是因为语言原因没法找很好咨询师呃这个是这个是看个人的习惯如果你可以用英文做那当然没问题 我想如果你觉得英文做无法真的很好表达自己的话那确实要找一个你觉得可以好好表达的一个咨询师 然后现在可能双语的咨询师也越来越多了但也不能说特别多确实整体属于一个短缺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也比较建议大家去找一些国内的如果真的找不到可以找一些国内的自律师或者说就找一些国内这种心理服务 嗯至少你可以得到一些的回应对然后我之后也会介绍一些就是啊 art therapy 之类的内容我觉得我比较感兴趣那些是因为我觉得像很多艺术表达他其实并不需要语言作为媒介的 嗯这种这种方式会让我觉得比较适合就是更就是multiculture的这种背景的人 谢谢谢谢我看到大家也有在问一些关于童年创伤的我们可以这个聊到下一个环节说因为我们下面有一个section就是具体的聊 approaches 那我们就先进行下一个环节吧我们来聊一聊在美国的心理咨询师的一些具体的资质或者资格证书 然后这里的话我给大家列了一些credentials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如果没有了解的话可能会很confuse 就一般你找咨询师的时候他会上面写他的名字 然后后面有个逗号就会写这些列这些字啊什么的啊 这些其实就是他的一些资质啊对这里就花就比较可以大家可以对照的看一看 我给大家分了几个类别 就第一类呢就是lpc lpcc 嗯这一类为主的他这一类如果他要拿到这个咨询师资格证的话 他一定要去经过一些就是心理咨询类的training 就比如说你要读心理咨询的这个program 然后你要去做专业的咨询就专门专注于做咨询这个方面的 那他们最后拿出来的证书就考出来的证就是偏listen professional counselor 这个类别的然后lpc是很多州的 但加州我就要是lpcc嗯但是他本质上意义是一样的 然后他的考的方式也是我们之前介绍过就是要要学要完成课程要暂时习 然后考州法律然后考comprehensive exam 就一个很复杂过程对然后这但其他的其实也是这么一个过程 只是说大家可能读的背景不太一样 然后在第二个部分呢他是就是social worker 的 如果你看到他的credential所有这些的话证明他当时本呃 研究生学的可能social worker 方向的啊 这个真正做起来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很难说我学一个心理咨询背景和我学这个有什么区别 是因为如果你去学social work 然后他有三个track 有两个好像都是跟真的social work 相关的 但有一个track 就是去做心理咨询的 很多人会选择这个的话一个是因为这个确实竞争就是申请的时候竞争压力很小 我当时也试过啊他会 但他就不会大家一开一上都会知道你是心理咨询可能 但是他嗯学的东西是一样的 对然后他有这么几个比较常见是lsw 就是license social worker 然后很多人也会拿这个license去给别人做咨询 嗯然后再往后是lmft 然后这个的话不是所有州都有的 像lpc 嗯lsw 这种是每一个州基本上都有的 但lmft 的话其实不是所有州都有 然后像加州我知道是有的 很多有很多关于 marriage family counseling 的 programs 嗯这里的话没有什么 真正做起来还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但是他可能会更加注重于就是 family unit 然后 marriage family 这个主题这个这里的话会有一点点侧重点 他们可能学的话会学一些 family therapy 的一些内容会多一些 嗯但是像 lpc 啊 lsw 这种可能更注重在就是特别的就是心理咨询这个 track 然后 lsw 的确有不一样的地方刚突然想起来 他们可能在学的时候会各种种会涉及到一些关于 social work 的地方 但是像 lpc 这种就只会是心理咨询 然后这些的话就是前三个块的话就是一般读完硕士的话 然后大家会去考的一个咨询咨询证 对然后再往后sid 和 phd 呢 就是去读完博士之后你会考的一个证书 就是是呃一个资格对 就是他两个分别是doctor of psychology doctor of philosophy 嘛 然后doctor of psychology 是比较新的一个 嗯他不是 phd 那么就是偏 research 他会更偏心理咨询 像是一个心理咨询专门的一个 doctor 的学就是 program 因为心理咨询他属于就是一个以实践为主的 你做再多的 research 了解再多的理论 如果你不会去做这个工作咨询工作 其实是有一点就是没有没有拿到重点的感觉 我个人觉得如果就是如果是doctor psychology 的话 他专门学的就是我怎么去做好咨询 就是怎么去跟更好跟来访建立关系啊 怎么去更好推进你的对话 然后更多是 focus 在咨询的内容 所以他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可能是其他的专业没有的 专门心理咨询的东西 然后如果你想要去做一些啊 diagnosis 就想做一些诊断 或者你想去做一些就是测试 就是测试比如像智商测试这类的啊 所以做专业智商智商测试 那你要去找这种 doctor level 的才可以做 嗯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个就其他的话就是咨询的话就是都可以做的 然后最后一个类是 medical doctors 或者是 nurse practitioner 这个比较特别是他们是可以开药的 他们可能嗯在看他们一般不会做一个咨询 不会做一个长期咨询 他们更多是更偏向整顿啊 不会跟你聊很多就是从心理咨询角度去分析你的问题 更多要像做一些就是更偏医学的内容 然后他们是有开药权的 而其他这些嗯上面这一流都是没有开药的权利的 所以你如果需要一些就是开药方面啊 或者 management 调调的剂量啊 然后跟一个长期的一个医生去做这个事情的话 一般要找这种这种 title 的 当然有些人他会同时具有比如说同时具有 lpc 和 np 就就比较完美 就他就可以帮你这个也可以帮你那个就是比较好 但是也不是全都需要的 然后通常如果你只有一个 lpc title 咨询师的话 你需要服用你也可以再去找一个呃 呃就是有医学这个背景的人都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嗯就是一些不同的分类 这些的话大家嗯大家可以在找资议师的时候对照的看一下 看着里面有人问第一点是 sidi 要需要发研发 嗯发科研论文吗 嗯现在的话比较好的 sidi 的 program 都是有 research 的 component 他可能不会像 phd 那么 intensive 就完全注重在我要做实验 但是大部分比较好的 其实现在 program 没有很多 但是比较好的里面都会要求你一定要是要做 research 的 还有一点是可能之前有人问 嗯这些这些不能开药的这些 license 呃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 propose 或者你在什么情况下知道你需要服用药物呢 然后你再去找那些关于 medical 方面的医生呢 嗯一般的话在美国大家会就看自己的 primary doctor 他们看你的心理问题 没有严重到要吃药或者一般找一个呃也不一定严重到吃药有时候药物也是一个就是缓解或者说帮助你更快的回到一个平均的水平 对因为我个人觉得药物它是一个从身体的角度帮助你快速缓解 但是你最深层次的问题还是需要咨询师去帮你去探索或者你自己去做一些工作 但如果有时候很多学生会吃药物我觉得还蛮多的现在就除了情况严重以外 就吃药确实可以让你快速的变成一个 functional 的人对 然后一般你要找 primary doctor 或者你找一个咨询 你一直就长期工作咨询师他如果觉得他 propose 觉得你可能需要要帮助你缓解一些症状的话也可以 就是根据他们的建议他们可能 refer 你到其他地方或者让你自己去找 所以这也是一个心理咨询师可以给出一些建议 然后 individuals 可以再去找到相关的 medical field 的一些帮助 可以这么理解 对对 但不是所有咨询师会找 不会 refer 他们可对 他们会给你一些建议通常是建议为主 毕竟他们没有自己不能开药嘛 嗯 然后因为那些可以开药的人他们会专门学习就心理学各种药物 然后他们的一些影响 嗯还有一些他们比如说多久可以有效啊之类的 然后包括几种药物同时不用的时候你要怎么调整剂量 嗯他们会对那些比较清楚 但是像咨询师的话他其实加州是要学的 就是一部分药理 但是很多周他不需要 嗯不需要学专门医药学这方面 就是心理方面医药学的内容 所以最好还是找一个 对啊不是最好还是找 你必须要找这种有这种Credentials人才可以开药 谢谢Kat老师 然后所以最后可以呃 如果要总结一下这个表的话 可以说是前三类都是基本上比较相似的 然后CID和PhD是需要更多的research experience 然后MD和MP是有开药资格的medical field相关的人士 是是可以这么理解 嗯差不多差不多 对 其实大家找咨询师的话 有那些Credentials一般 至少在美国你拿到license都是还可以了 嗯对 只是说他们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意思吧 可以大家可以对照看一看找的时候 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呃 那个Bullet Point里面列出来就有些practice 他需要特别的license才可以 比如说如果你想真的就是做专业的CBT 嗯而不是只是integrate CBT一些就是skills之类的 其实是需要一个license 或者certificate应该他们应该 一个certificate 就是专门我要我这个certificate 可以才可以把这个东西写到我的简历上 然后像emdr啊然后psychodrama这种都是啊 我一定是要有一些就学过这个train 然后被有一个certificate 确保我可以做这件事情 让我才可以去practice的 刚才Cat老师提到了一些缩写 然后这些缩写会在后面的一些section里面有提到 然后最后再问一个问题 ADHD是完全不一样的领域吗 还是他也是可以被在这些领域里面实现治疗的 嗯ADHD是可以心理咨询是可以去治疗 但是ADHD他的确诊和一些具体治疗确实会有一些区别 所以如果嗯要找ADHD方面的就是治疗的话 确实要找就是有这相关的培训的人 然后他他的确诊也不像其他的那些就是心理疾病确诊那样子 好像我不是我个人不是特别了解这个方面 但是我知道他需要一些特别的就是credit 然后你也需要go through一个系就是一套 evaluation才可以被确诊 嗯但是在治疗的时候 如果你的咨询师他有相关的经历 或者他有经验可以做好的话 那在治疗的时候你找咨询师是没有问题的 谢谢Kat老师那我们了解了这些心理咨询师的credentials之后 我们可以再具体的聊一聊现存有哪些practices 或者拿到了这些licensing之后大家具体的可以做什么样的治疗呢 那这里呢我给大家列了一些比较常见的但也不是所有常见 就我觉得比较大块 然后最近这几年这段时间比较常见的几种approach 第一个就是cbt cbt应该说是现在最流行的一个了 就是大家都会这样practice cbt 原因是因为cbt 它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 它是一个不用用很长时间 但是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就是behavior 你的行为上有些改变的 帮助你改变一些可能不太就让你不开心的一些想法呀 或者改变一些比较negative的behavior no adaptive behavior 对 然后呃现在大部分的training还有大部分的地方好像都会比较promote这种approach 嗯就是比较专业的来说 它其实是通常要在20节到20 20到3020到25到30左右 这个这个长度就帮助你解决你的问题的 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偏短期的嗯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他现在比较流行的原因 因为大家会更偏向于短期内解决你的一个比较紧张的问题 对 然后这个cbt的话 他其实咨询师会更偏向有一点点像一个老师的感觉 嗯 他不会像后面我们提到一些人本主义更加平等 当然他肯定会给你一个比较温暖比较好的一个就是咨询的氛围 但是他会更多在于就是我帮你去就是挑战你的一些不合理的想法呀 然后我会给你一些建议 会帮助你去训练一些就是技能coping skills 然后去帮助你改善你的问题 然后也会涉及到比较多的cycle education 就是比如说去帮你讲解帮你一些就是理论 他会教给你一些心理方面的理论 然后教给你一些大家的一些coping的方式 嗯 会涉及到一些教学类的东西 会是一个比较 informative 的 therapy 嗯 是短期内比较好用的 对我也不会他说太多了 其实服还要挺多的 会简单来说一说这几个大致的区别就可以 然后嗯下一个的话我会啊我个人也会比好还挺喜欢这种的比起CBT 这个是solution focus behavior therapy 这个话就是嗯最开始是一对韩国夫妇研发出来的一种方式 他比较特别因为像心理问题的话 一般大家会想要知道啊我的根源是什么 然后知道啊这个事情怎么来的 然后怎么改变他 但是他们这种的话就是要做一个非常非常短期的 因为他就叫brief therapy 了 他完全就是我完全就是不在意你的过去是怎么是什么样的 我完全就是注重在你的现在和你未来是怎样 然后你的目标是怎样的啊 然后根据你现在状况帮你去很短期的一 去改变一些嗯生活方式啊或者做一些行为调整 让你去越来越接近你的目标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短期然后非常goal oriented的一个approach 对然后他的一个core belief就是我们每个人是有能力 就已经有足够能力有足够技能啊去达到我们的目标的 但是我们有时候并不知道我们的能力在哪里 所以我们要通过咨询去找到就是我们的能力是什么 就带那个能力是我本身就有的 只是我不清楚所以我不知道怎么用 对然后他就是呃 在一个非常嗯非常直接的一个方式去让你更快 这个话在国内是经常用到 因为国内的cp都非常的短 嗯因为不包在保鲜里大家都偏向做短期就是咨询 那这种咨询的话大家就会更更偏向于去改变 我的一个行为和迅速的去解决问题 所以国内会非常的常见 可以理解为第一种方式是呃 教大家怎么做或者有一些教的成分 然后第二种是更多的启发大家去explore自己的potential 来overcome一些呃challenges可以这么理解 嗯差不多 但呃第二种更多是我如何去更接近我的目标 嗯也不一定是potentials 就现在potentials可能已经是我有东西 比如说我有能力去做到这件事情 只是我现在没有发现我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个事情 那我怎么在这个咨询过程中发现哦我其实是可以做到的 就当我不知道我有一个技能的时候 我可能就不会用他就不会用他接近我的目标 但他这个他这个咨询一个理论就是我 我我我对我有这个能力 然后我现在最后去发现我这个能力在哪里 然后并且运用这个能力去接近我的目标 所以他是以一个够为导笑的然后去对 对像cbt的话他很多时候是 就是我去教会你拥有一个能力 拥有一个技能去解决问题 但是sfbt的话就是你有这个能力 我帮你去发现他在哪里 谢谢这个clarification 对很抽象 然后啊 cycle dynamic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 这个的话就是一个比较长期的 他就是来自于 嗯 cycle analysis 然后cycle analysis的话 他也是需要一个特别的 就精神分析论 就是弗洛伊德那一套理论 他是需要一个特别的certificate的 但是像cycle dynamics是心理动力学 这个是不需要一个特别的certificate 你才可以做的 然后他这个就是也是注重在一些就是你的潜意识的 嗯 潜意就研究探索你的潜意识里是怎样的 跟你现在有现在的一些因果关系 然后包括你童年的一些经历 是如何让你变成你现在这样子的 他怎么让你有了这一系列的行为 然后他跟他是想通过就是研究你的一个根源性的问题 就从小到大这个根源性问题 很潜意识的问题 帮你达到一个嗯 改变 对 所以他会探索很多的过去 然后会建立很多很多的联系 所以通常如果你要想做一些更偏向长期的 然后更了解自己 嗯 我觉得会这种方式会更好一点 而前两种呢 更偏向于我短期去解决一个心理问题啊 或解决一些压力啊 或度过一段 不开心的时光 嗯 对 像这种的话就是一个偏长期 可能更更偏个人发展 或者有些人也会做一些 跟就是trauma 创伤相关的工作 在这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不involve in setting a specific goal 或者说他的 goal 就是自己了解自己更多一些 可以这么理解 嗯 从一个整体来说 可以这么理解 当然每一个咨询 他肯定都会有一个go的 就是所有的咨询 你都有一个目标 但整体来说 这个确实因为嗯 比较long term 它更多是在一个内心的探索 和建立一些连结 从场景设置来说 因为看到这个图片 这个人是躺着的 所以前两个这些人 他不一定是躺着 还是说大家都是 以一个同样的setup 只是在交流的形式上有所区别 哦更多是交流的一个方式和风格 也不一定是躺着的 就只是找到这么一个图片 因为这个图片可能更多 跟cycle analysis 就associate 在一起 对 就是精神分析论 就是联系比较大 因为精神分析论 它会有一个就是 free association 的一个technic 就是让这个client 他随便想想到什么说什么 随便建立一些连结去了解 然后这种躺着的setup 就很多是大家觉得精神分析论会有的 嗯 但是就是这叫什么动力学 动力学其实嗯 就是还是没有那么的偏精神分析 我看chat里面有人问CBT和SFBT 更适合解决哪一些方面的问题 有这样的advice吗 嗯 这个很 这个其实好像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方向 你其实去解决什么问题都可以 就是就算你想解决一个从过去 嗯 过去比如说你童年 造成的一个问题到现在你可能心情很不好 你也可以用很短期去解决 只是说更偏向于你想要一个长期短期 以及你更喜欢那种方式 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就不喜欢聊太多过去 觉得 聊的很多也很麻烦吧 就是嗯 我一个猜测是这样子的 或者说你老去聊过去的时候 有时候也是一种re traumatized 他自己本身 嗯 有些人可能想迅速的这段时间解决问题 他可能就会选择更短期的 但如果他只是他想要探索更多过去的事情 那就可能就要更长期的 其实都是 就是整体来说 他们如果用的好 都是有效的 嗯 只是说看你自己更喜欢哪个 或者你觉得你会对哪个更有 更有反应 就让你觉得哪个更可以帮助到你 所以我们在聊这些问题的时候 因为好像没有举过一些具体的例子 所以可以比如说举一两个比较常见的例子 帮助大家理解一下什么样算是问题 这个词的用法 嗯 比如说 嗯 举个 那举个对比例 比如说我 嗯 我考 我特别害怕 我下次考试考不好 这个事情 那用SFBT的方式呢 我可能就是 嗯 那个寻师可能会带你 告诉你 其实有能力考好的 然后帮你去设计你的目标 假如说我不再害怕这件事情 那我会做些什么 我会想些什么 那从现在开始 即使我在这个状态 我努力去做 我害怕的事情 我努力把自己的想法改成 我就是那个时候会想的事情 然后这只是其中一个technic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 让你越来越接近那个 那个目标 这种时候让你 其实更多属于一个就是 来回的去reframe 和自我肯定一些东西 然后给改变你的行为 但它就是一个很短期的一个东西 它只注重在我怎么改变我这个行为 让它在很短的时间内有个改善 但假如说我这个害怕考不好 这个事情 就是它有个很深的根源 比如说来源于 我小时候每次考不好就会被骂 然后呢我就我就我就一直很害怕 我就遇到这种事情和类似的事情 都很害怕 那我就想探索这个之间的连结 我想做一个很长很深入的 那你可能就就可能更想做这种 我想知道可能小时候我收到一些反应 或者别人给我一些评价 或者我自己收到一些就给自己一些负面的 影响 负面的就给我给自己一些负面评价 和别人给我负面评价 还有我收到比如说别人的一些眼神啊 一些动作啊一些语言给我影响 怎么让我逐渐的在遇到这种类型的事情的时候 都会感到害怕 那我怎么在了解这一切之后 再回去改变我的这个过程 或者说我怎么接受这件事情 然后反而会不一定会降低 但是比如说我接受这件事情 可能我不会那么跟他打架了 会更好的去 嗯 就可能会减少一些我的一些害怕的感受 就是取决于你想用哪种方式去 去面对你的问题 对如果很想短期 我就是改变 这一个月我怎么解决 那就用简单的 如果想要去研究 哦这一段过程 人生道路上 我是怎么去跟这些事情有连结的 那你可能想要找这种比较长期的 我们先往下来聊一聊 因为下面还有挺多的 我看聊天也有问 我们可以勾输完所有的之后 看看有没有cover到这些 可以可以 然后还有一个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是人本主义 嗯 这个的话就是比较 他比较 我个人觉得他给我比较 就是印象深刻的点在于 就是这个咨询师在这个session里面 完全是跟 嗯 你的来访是平等的 然后咨询师会给你一个非常非常loving的 这种状态 他会就是无条件的去支持你相信你 然后会完全的理解你是怎么想 理解你的感情 然后呢 他也是啊 就是他会跟你是一个评论的状态 所以如果啊我个人的感觉就是 如果你讲咨询师是偏这个类型的话 一定会给你非常非常多的support 一样会很感觉到你被非常好支持到 然后感觉到他就是站在你这一边 特别的了解你 就是你全世界最知心的好姐妹 那种感觉 对 对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相信更多相信在 哦我自己要怎么实现自我的感觉 就是我永远是 嗯他的key value就是我要work towards self actualization 就我一定会想要实现真实的自我 但中间可能会有更多就不同的一些障碍 那我怎么去嗯改变这些东西 然后实现自我 对他整体的风格的话就是一个非常的 supportive那几个是比较大类的 然后嗯他们其实还有很多 但是我感觉说不了那么多 然后这里也列了一些我当时做的时候 想到的比较常见的 就最近比较常见的网上有的 给大家简单的过一下 首先是schema therapy 这个是一个嗯 稍微新一点点的 therapy 的一个流派 哎不算流派 它是一个 therapy 的一种类型 对这种这种这里的话 嗯不一定是流派一种 therapy 的类型 而这个的话是他把几种理论全部融合在一起了 然后他比较讲的就是schema就是相当于我们的一种思维方式 嗯他主要会帮助你找到你不同的一些思维方式 然后他可能有不同的 你可能有不同的schema 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这种schema 然后他帮你找到哪一个可能不是那么的合理 然后通过嗯辨别这个和嗯挑战这种不合理的东西 然后帮你带来一种改变 然后attachment base 的话有一点点像 其实有一点跟精神分析有点类似 但是非常的简单 因为他会研究 嗯你小时候可能跟你的家里人 跟你的妈妈 最主要是妈妈 因为一般 caregiver 被认为是妈妈 但也不一定 嗯你跟他们的关系是怎样的 然后这里小图给大家列了一下 就是四种 attachments 有些人会对attachment styles 非常感兴趣 然后你就可以去研究这个 这个也是会比较短的 然后是 process oriented 就你会更多的去啊 process 这些过去就关于这种 attachment 的一些内容 然后 existential 就是存在主义疗法 他就是一个非常哲学 非常抽象的疗法 他会帮助你找到你 他不一定会帮你找到你人生的意义 但他的主旨在于如何去探索你人生的意义 所以我相信啊 每一个人都是要找到人生的价值 人生的意义的 然后所以呢 你遇到一些问题 可能就是啊 一些来自于这种非常抽象的那种 关于人生意义 比如说啊你的 就是孤独感啊 然后绝望感啊 或者把关于死亡啊 这些类似的话题 他就是非常的会投了非常深刻的主题 嗯对 如果你在这种感兴趣的话可能这种会比较适合你 嗯对 但是现在不是所有人都会把这个写到自己的profile上 因为不是特别的常见 但是也很也很常见 只是主流不是那么的常见 我感觉 然后motivational interview呢 他是一个更偏向你帮你去找到你的动力的 比如说你最近生活中也没有动力 你知道这个事情需要做出改变 但是你就不知道要怎么做改变 而且你嗯没有一个就是发自内心的想法说要做改变 那这种时候嗯这种一般会算作一个technique 出现在这个资源师的介绍里 他们会就是帮助你去找到一些发自内心的动力 这个很多在addiction会用到 因为嗯不一定是就是substance addiction 还有可能是比如说我上网的那种addiction 就形容就是往上冲浪上瘾 那我这种时候我通过这个事情 我在这种成瘾的过程中可能在就得到了很多的快乐 那我就找不到一个原因 为什么要停止 那可能这种technique 就会帮助你去找到哦 为什么我要去停止 然后帮助你去做这种改变 然后emdr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新的 他会用来嗯比较多用来就是processing那些创伤经历 他的原理就是在你正常process创伤经历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被带入到过去的一些比较痛苦的回忆中 或者你感受到过去很痛苦的一些呃情绪 但是他会在这个过程中帮你做一些就eye movement 比如说你看这个东西 然后眼就是眼睛跟着动啊之类的啊 在这做这个过程中 他会帮助你的身体更grounded 就让你的身体更加存在于我现在这个present moment 所以呢让你不会感受到比我就是自己光想的时候那么多的痛苦 会感受到那么多的可能不开心的情绪啊之类的 然后身体也会嗯更加的平静一点 所以呢他会比就正常talk therapy去process trauma 会让人体验好一点因此能聊到更多的事情 嗯也会带来更多的一些改变 因为有时候你光去聊的时候会感觉自己永远都停留在那个地方 或者是被困在那个地方 但是如果你能把自己的身体ground在此时此刻的话 其实能做出一个分离 而且能重新用另一种方式reexperience 那个记忆啊同时也不会那么的痛苦 这也要他可能跟前面几个跟就是cbt更相关一点 他们都是cbt衍生出来的 然后dbt呢就是比较适合跟情绪相关的一些问题 嗯然后act呢可能更多的是在于就是比较适合就是你 你在一直逃避一件事情或者你不想去面对事情 嗯很多时候大家的这种时候 这种其实不是很好自己去发现 一般是咨询师比较容易去帮助你去探索这部分内容 但是这个理论呢就是说有些人他感到很痛苦 其实他不能接受一件不好的事情 比如说我考试考杂了我其实不能 如果我就是不接受我考杂了我就是觉得不应该考杂 那我其实会越来越痛苦 但反而假如说我去接受我考试考杂了 然后呢我去相应做出一些安慰自己啊 还有包括为之后努力的事情 其实会更容易度过这个事情 因为发生的已经发生了 或者即将发生如果他真的一定会发生 那他就是会发生 所以这个的话会更注重于帮助你去接受 帮助你去和这些不好的经历共处 然后MBCT的话就是也是CBT相关 然后当然他会加很多就Mindfulness 然后可以呼吸训练 会更加偏向有很多时候会加一些冥想啊之类的 很多在于帮助你的身体就是Ground的这种过程 然后后两个也是我最近老见老看到的啊 也是比较有趣的啊 Narrative therapy 是叙事疗法 他的理论跟其他不太一样 其他会更偏心理的感觉 这个给我感觉更像你在写故事 因为他理论就是你的生活 你的人生是由不同的故事组成的 那你是你赋予的这些经历和这些故事 他们一定的意义也是你来去解读这些故事和经历 那么他啊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帮助你去找出你人生的这段故事 然后看你能不能或者什么方式可以去重新解读 赋予这段故事重新的意义 他就会涉及到很多啊会涉及到很多过去 会涉及到很多就是去聊你的生活呀 不管是大事小事啊 可能不会非常的goal oriented 但是会比较有意思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非常能聊的人 我个我个人的感觉是比较适合这种therapy的 然后最后一个是feminine therapy 我觉得可能大家会比较感兴趣这个 因为他会主要的关注在女性的心理问题 然后会帮助会涉及到一些就是 歧视啊还有一些刻板印象啊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opression啊 就是更偏向于女性 以女性这个身份和女性的一些经历去帮助你去分析问题 也是一个对于女性来说非常supportive的一个咨询方式 然后这个是偏后现代的流派就是就是比较新的流派 嗯但是啊虽然新但其实他很老直说相比精神分析那种存在很久很久来说 稍微新一点点 但是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有一个问题就是呃之前聊到的这些啊 approaches 他们有哪些是需要specific licensing 吗或者他们都需要一些specific licensing 才可以去practice 嗯刚才提到的cpt是需要就是特别的license 是的然后还有cycle analysis是需要的 cycle dynamic不需要 cycle analysis是专门就是做精神分析的他要考自己的证书 然后他呃并不一定是所有人的选择 因为比较traditional的话属于一周 你可能要见个三次那个咨询师 然后他的整体咨询市场是一年为单位的 你可能要见他好几年嗯 当然很多人现在做可能不会一周做三次 但是都会做很长的那种 嗯对所以他需要一个比较特别的license 然后cpt是需要其他的话 不是应该不是需要特别的license 只是说大家有没有学到那个technic 所以如果要practice的话 大家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长 比如说有一定的supervision 才可以去practice的吗 嗯对于那两个需要license的话是这样子的 但是其他的是不需要的 其他话更在于那个咨询师他自己 觉得他更适合或更偏向做哪一种 因为有些职员师他可能你让他用cvt 他也用不管他也没法把自己的就是思维方式 wire到那种就是解释client的方式 所以他可能自己就也不会选择那个方式 但可能他就很他可能就很适合做feminist therapy 可能他可能他可能联系到这个来访的时候 嗯想到就是很多这些类型的问题和这些类型的解释 那可能就会把这个写在上面 我看chat也有人提问说 受过多个流派的培训的话 会不会同时使用 还是一般是一 就是一个一个的这样使用 嗯是会同时使用的 现在咨询师一般都会写自己是integrative 或者啊 eclectic eclectic就是就是他同时用很多种 然后他们在上面会写好多种approach 所以你可以在看的时候 比如说你觉得这几种都会比较喜欢 你可以看看 或者说你可以看看你想找那个写师 他说的那几种就是我比较喜欢 如果没有那么喜欢 其实也没有关系 可以去看看 对只是说给大家一个整体的了解 如果你有一个特别喜欢的话 你可以去找那个方面 咨询师这个是在可以和咨询师商议的吗 就是如果你喜欢哪几种和在一起做的话 你可以可以跟他提这样的建议吗 还是一般都是心理咨询师prescribe 这样的方式 嗯其实我觉得咨询师在用的时候 可能也不会再想我用了 我到底用的是哪种approach 或哪种therapy的一些技巧 啊包括很多时候他技巧是有一些融合的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更多就是你大概看一下 比如说嗯比如说我我其实我个人我不太喜欢CBT 因为我会是那种比较喜欢探索 比较深入的内容 如果他的profil上面主要写的都是CBT和CBT相关 那我可能就不会选这个咨询师 但如果他呃写了更多 比如说psychodynamic那种方面的或者narrative therapy 我可能会更偏向找这一类咨询师 如果他同时写了CBT 然后也写psychodynamic这种呢 呃我可能去看一看 或者说看看他其他的一些criteria 有没有跟我比较符合的 然后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比较有趣的一些咨询方式 是我比较喜欢的 首先是一个expressive art therapy 嗯就艺术治疗呢 是需要一些就是有些人会专门学这个的program 他会学这个的 嗯他喜欢这个的话 他会拿这个license 当然你也可以去做一些training 然后也可以拿到这个license 那艺术治疗呢 他不只有就大家一般比较常见的感觉都是像画画的这种 但不只有就绘画这种 还有像摄影啊 然后嗯雕塑啊 然后drama therapy 嗯还有一些人会跳舞那种dance therapy 还有一些写诗的这种 其实都是art therapy的一种 然后这个话比较适合那种 嗯你想通过语言以外的方式去表达自己 因为有时候就像我们之前提到一个语言的东西 我觉得不管是嗯多余种这种语言问题 还是说一个人自己的表达方式 他可能觉得嗯 没法真的很准确的表达出自己所有的意思 那如果这个时候他可以通过一种艺术表达去表达自己的感觉 或者去释放自己的感觉 那可能会比较适合这种方式 包括有时候 嗯你要是觉得我这个感觉没法用语言表达 还有些人会选择用颜色 或用音乐来表达 他可能会很共情到一些 嗯一些音乐啊 或者说是有些人会共情到一些作者 一些诗词 我觉得这种情况下都可以 如果你有这种类似的感觉的话 其实可以去试一试 或者我觉得单纯从一个比较creative 比较有意思的方式 你可以去试一试 这都是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的 一些方式 然后下一个呢 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 这应该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一种 Therapy的方式了 嗯不是很多人知道 这个是Psychodrama 就是心理剧 是一个比较小众的Therapy 嗯方式 它是群体咨询 然后在这个咨询中呢 我们会有呃这些一些过程 然后会选择Process 一般选择Process 一个人的一个心理问题 让大家通过一些表演呀 然后一些不同的技巧 嗯有点像精神分析里面那个空椅子 如果大家有了解到 但是不完全一样 我觉得要比那更复杂一些 通常这种方式呢 可以让就是不只是我们那天主人工 其实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感触 然后都会感觉到能够被带入 或者能够建议一些连结 然后这种咨询方式呢 通常大家之间的关系都很supportive 或者说有时候就算出现一些矛盾 也会就是通过一些方式resolve掉吧 当然所有咨询都是这样子的 嗯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非常的有 就是非常的powerful 如果你可以去 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体验一下 我个人之前尝试之后 是觉得非常的powerful的 对我这里找了一个小的视频 其实有很多 但这正好是一个tattalk 所以我觉得他非常的就是清晰 嗯就这里的部分就是这个主人公司中间这个 男士 他大概就是也不知道自己的职业发展 是要继续做自己现在做的 还是追求自己那些想要的 然后简单来说这两个人就是扮演他的不同voice 开始在他耳边开始说 但是前面有很多其他工作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后面这里 你应该想要喝一杯 我可以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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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 所以我会想要去哪里 所以你想要做什么 你可以做任何你想要 你的《Psychodrome》 这个话她就是自己不喜欢什么音乐 听听有些人的负责 负责有些人的负责 what do you want to say to that part of yourself? well you know, thanks for reminding me that I need to support my family and I'm going to do that.but at the same time, I believe that if I'm more fulfilled father, more fulfilled 我们就先这样吧 虽然很抽象 只share一点 但是我们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 就理解为 就是那个说话的声音 就是希望他能更好地照顾他的family 然后他以cover cover her up 的方式 然后来就是主张一些自己其他方面的思考 可以这么理解 对对对 思考专法就会设置到大家 就是一起表演出来 然后他会以 比如说我自己在里面 或者我让别人去扮演里面的我 然后我从外面看 然后涉及到他有很多丝带 大家会用来场景设置 或者你做比如把cover up 就代表我不想听他 然后在过程中 会去process很多的情感 然后包括 他有个technic叫doubling doubling doubling 的话就是其他的成员是可以 比如说把手放那个人肩膀上 然后去代替他去说一句我的话 然后所以相当于所有人都可以进入到这个场景里面 每个人都会有一些感触 对大家有兴趣还可以去看一看相关的东西 我真的很推荐 我最近还刚刚去了这个的conference 嗯 为大家感兴趣还回头可以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一部分呢是也是一种就是therapy的方式 他可能会有一些争议性 嗯但是这里呢就是他们其实也是完全就是在被实验和 也是apply了一段时间 对 然后现在大家介绍一下右边mdma assisted therapy 这个的话是现在在呃 phase 3 clinical trial 他没有完全的被就是合法化 所以呢这个是还做不了的 他一般但现在目前为研究就是被呃用来治疗 创伤相关然后eating disorder 还有一些啊anxiety disorder方面的疾病 虽然他没有legalized 但是啊如果你是在处于一种就是对于其他的咨询 都没有效果啊处于一个非常就是极端就是不行了的状态 是可以去尝试申请尝试的这就目前这个mdma assisted 就只有在这种时候才可以被用 但是呃目前在一个他们在研究的一个过程中 然后cademy assisted therapy 呢是已经被approve的了 所以相当于他是legal的 然后他相比mdma他有个好处就是他的时效很短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他可以被approve 他可能就只有他有效的过程只有一点点 那像mdma他包括也有在被test的就是呃用一些军类的 他也是就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可以 但像cademy就是比较短 他原本的作用就是可以帮助你去缓解你的疼痛 所以呢在你呃就physically的疼痛 所以呢在你去就是探索你的一些心理问题的时候 其实可以让你的身体和你的心情不会处于一个非常就是呃 有点像emdr就被带入到过去的过程中啊 会让你在处理尤其是创伤相关的内容的时候更容易去探索到就是一些比较难过的事情 有时候可能单纯的就是talk therapy是没法探索到你其实是因为太过于痛苦了 人的保护机制就会让你停止去回想 但是有时候这些这些类型咨询呢 可能帮助你去更可以平静的去更平静一点点 或者缓解一部分痛苦去探索 从而能带来一些就症状上的缓解呀 要帮助你去呃变得更好吧 对然后他在19年的时候被approve的 一般现在被治疗就是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就是抑郁症 呃ptsd是创收创那个啊创生后应激的综合症 哎那个中文怎么翻译我忘记了 但是ptsd大家肯定都知道 然后ocd是强迫症嗯 当然他也有一些side effects就是这些这些的话都会有一些side effects 他可能会因为头晕啊有些人会恶心会吐 然后啊你给有些人会心脏反应不太好 所以呃这些是需要非常严格的筛选和一些就是引导才可以做的 通常他们也会就是要看一下你比如说你适不适合去做这个事情 因为比如说有些人比如他有些心脏问题啊或者他有一些就是嗯不太适合他的身体症状 他可能不太会推荐去做这类型的therapy 但是在目前approved的中如果去做的话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只是说要非常的小心和谨慎 关于creative approaches 他是更多的还是要建立在有license的基础上的还是以专业心理咨询的这个角度就on top of that 才可以practice 这些creative 的方式可以这么理解吗 嗯这些对这些这些类型咨询都是需要有一些license 如果你只是去呃参考他们一些技术啊你不是一个专业你不说你是专业做这个东西的那你可以去借用一些技术 因为毕竟大家其实therapy 中一些技术中都是overlap 但是如果你要去专门去做这个东西那是要呃有license 的 所以对要特殊的培训和考要考这个证嗯 但是下面的这些alternative就是紫色的这些slides 马上要present的就是基本上不需要有这些specific的啊therapist 的证 而是有一些其他的呃自制的可以这么理解嗯 是的之后的话就更偏是呃有点像身心mind body 的方面 然后他不需要一些就是特别的咨询资格状 但他更他通常也会有一些certificate 去做这个事情 对然后第一个是ayurveda 它是一个印度的啊有点像就是中国的五行 他但他就是讲究的物质是涂水火气空间 然后如果你有些不适感无论是心理上还是身体上 通常是因为这些基本元素啊整个身体系统 它不是一个平衡的状态所以呢他们会用一些呃瑜伽呀 或者一些diet还有冥想啊包括按摩去帮助你去达到这个身体的平衡 然后像这种therapy呢包括之后介绍就这种alternative therapy 它并不能替代talk therapy存在就是如果你要想解决一些心理问题 你还是要去做就是心理咨询的 但这些呢可以帮助你在心理咨询基础上缓解一些 比如说他有他有按摩会可以帮你缓解一下啊 body pain 啊之类的 就缓解一些其他的问题就是一个加持 然后除了这个的话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是啊灵气 就是这个是一个来自于日本的一个alternative therapy 他相信的是人每个人都有life force energy 就每个人都有一个生命能量 生命能量集中在这张图里 你身体的这个头顶然后眼睛中间 然后喉咙就是这样一顺下去的生命能量 每个地方他有不同的呃意思 就不同的意义和不同的功效 然后通过呃practice这个reiki 你可以去restore就是怎么说呢 让你的身体回到一个balance 回到一个平衡 然后让你找回你原本就是生命能量在哪里 然后帮你去感受他们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玄学 但是有一点像mindfulness的practice 然后也是有很多health benefits的 催眠的话也是很多人会用来就是 会说用来就是去了解你的潜意识啊 然后之类的但我个人觉得没有那么那么的就是神奇 当然肯定会涉及到一些就帮你探索一些想法 嗯但更多的我觉得它是在于帮助你 嗯进入一个深层的休息的一个状态 然后嗯在这个过程中确实会有很多的talking 然后会谈很多的事情 会更容易去谈一些事情 因为你的身体进入一个非常休息中的状态 然后像一些迷思的话 大家会觉得就催眠可以控制人呀 或者可以改变你的想法呀之类的 其实嗯并不是那么存在的 就是如果你在催眠状态中 你其实是有能力去拒绝一些你咨询式的呃 你的催眠式的一些要求 比如说你通常不喜欢做这个事情 你在催眠的时候他让你做这件事情 你还是可能会跟他说我不要做这个事情 因为我不喜欢对所以他其实没有就是呃 有些电影里啊或者一些就是网上说的那么奇奇怪怪 不过这个通常不会现在不会用到一些就是法律啊 或者一些legal那种情况 因为嗯在催眠过程中 你还是会受到这个催眠师的引导的 所以他说说他引导你说出来的话 其实可能是有一些指向性的 这个事情是保不准的 如果你把它当做一个心理咨询去探索自己的话 可能会好一点点 或者说当纯作为一个就像meditation那种practice会好一点 但他说的话是不能或者探索东西不能用来做一些就是legal方面的东西的 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这样提到的冥想呀 acupuncture 就是咱们中国东方神秘力量的点穴点一点身上各种穴位 然后这个这个其实在emotional focus therapy 中很常见 因为他们有个technique 叫 tapping 就是你去 tap 你身上的各种就是太阳穴啊什么 手上的这种穴位啊从心理的来说其实是帮助你grounding 的 所以呢让你更加平静 然后更加感受到自己 还有瑜伽还有 sound bath 我这个图片里面的这个图片 他有不同的膜一个碗 然后你用那种bar去围着他转圈 他就会发出不同频率的声音 嗯这种现场体验肯定比youtube看 video 比较好 因为你会感受到不同频次的震动 那身体就是会感受到不同的频次震动 所以是很神奇的一种体验 我自己去尝试过 然后他也会一般在practice 这种时候 他们都会带你做一些meditation 然后带你去感受你的身体呀 可能会去帮你process 你的情绪 所以也是一个比较会就对心理健康很有帮助的东西 嗯整体来说感觉 嗯大家都非常相信东方神秘力量 不论是印度还是日本还是中国 就很多这种在 其实不管在美国还是在国内 其实都会比较流行 就作为一种additional的这种帮助 这里我今天的内容 预备内容都讲完了 可以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非常感谢凯特老师今天的这些 呃这些心理咨询技术知识的这些分享 呃如果希望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中 能够更加关注自己或者周围朋友的心理健康 共同营造一个有爱关怀的这样一个社群环境 那可能就是今天的讲座就也希望可以给大家 有这样的帮助或者有这样的功能吧 所以我们下面就进入到Q&A时间 呃今天正式的讲座部分就结束了 那我们下面就进行第一个问题 我刚才记录的是呃而问的吧 存在主义疗法可以展展开讲一讲这个存在主义 还是怎么运作是关于生生存和死亡的这些疗法 其实我自己并没有研究很多 但他的主旨就是说去帮你找到 有点他是一个非常哲学系的疗法 所有感觉中他会更比如说如果像CBT啊 他会更关注在你有什么 嗯irrational thoughts有什么不合理的行就是想法 然后带来一些不好的就你不喜欢的行为 然后还有一些你不喜欢的情绪 所以注重在很practical的角度 当然像呃存在主义疗法 他就是一个非常哲学上 你怎么找到你人生中的意义 然后你找到人生意义这种就是你怎么 就他会把问题深入化 有点像比如说我有一个不合理的想法 或者我有一个嗯不是很健康的行为 嗯他深层次比如说是源自于我对于 孤独感的焦虑或者我对于 嗯被就是被被抛下就是孤独 对自己一个人呆着那种孤立的那种恐惧 他可能会深入到这种角度 然后研究就是你对于就这种 这种感觉啊 对于你存在和你存在这种意义之间的一些连结 就他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一种方式 他不是很聚焦在一些具体的东西上 他是通过一下你抽象的方式去 帮你去展开这些探索的 谢谢凯特老师的分享 觉得非常的有启发 我想请问一下你就是对死亡焦虑是怎么理解的 就是死亡焦虑他就是会就比如说会怎么样就是反应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然后是怎么样以一种 是是怎么样的一种焦虑的形式体现出来的 嗯这种的话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在探索 如果你真的去做这个 Therapy探索之前 你可能并不会认为这是一种对死亡的焦虑 他们通常探索的感觉就是去先分析你这些 然后最后根源是来自于对死亡焦虑 对死亡焦虑也许是可能也有很多种 比如说找不因为有死亡这个事情 所以我找不到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或者说我不知道我存在的价值在哪里 就很多人会觉得啊我存在好像也不太重要 我也不想去做什么改变 或者我就是很不开心 我觉得好像我死了之后什么都没有啊 就他们可能会更多想探索那我存在意义是什么 或者我想想对于死亡的恐惧 嗯还有些会涉及到人际关系上 比如说有些人会害怕 啊比如说我死了之后我的朋友怎么办 我的家人怎么办 那我能给别人带来的东西怎么办 那这些东西的话可能就会涉及到 嗯你对死亡这个死亡这件事情 他可能赋予的除了消失以外 更多有一些其他的价值 那么这些价值对于你来说 反映了你人生的一些什么价值 或者你人生的一些什么意义 我我的我的感觉是这样子的 可能也没有说特别细 但是差不多是这个概念 嗯嗯就是他会反映到生活当中就是对 生存的意义的寻找会比较比较多一点 对对对我感觉他主要的探索方向更多是 就是比如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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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生活意义是什么 我要做的事情 然后我想达到我就是我想做这个原因是什么 因为 对比如说有些人有些人会觉得我做的东西就没有意义 我做的事情我也不喜欢 或者说我做的事情嗯我死了之后就就就也不重要 当然这件事肯定不是这样子每个人 主打都是有自己的意义的对所以他们的过程中可能会更多探索 就是对于你来说你人生的意义的落脚点在哪里 以及或者说你怎么找到人生的意义 对于有些人来说我觉得也有人是真的就我不在意我人生意义是怎样的 我不在意我有没有一些就是我活在一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作用啊 或者要不要带出带一些改变无论是一个广应还是一个就是比较小的单位 有些人觉得我只想活好自己的生活我只想快乐一点 嗯并不在意就是有没有一些很哲学性的思考 一定要找出一个原因那可能他可能就不太喜欢这种Therapy 就我觉得要看他需求有没有说我真的很在意这个点嗯好的 好的谢谢你的解释那我们来进行下一个问题 就是Psycho Drama也包括童年的情景重现吗 是的是的Psycho Drama其实很多会涉及到会涉及到童年的事情 因为他更在于就是一个嗯比如说举个例子 如果他们要做Full Drama的话通常我们会先演绎之前的一个经历 或者说之前的一个Pattern 就是我们房间里的人可能就是那个主人公会给你assign 他是想让你做这个角色他想让另一个人做另一个角色 然后你会重现到那个过程中 然后可能中间涉及到比如说有一个技巧 比较general的说就是比如说主人公出来 然后找另一个人做我自己做进去 然后他们去重现这个东西 我从一个旁观主是怎么看的我是怎么想的那有没有什么我希望的事情要发生 那我怎么去告诉这些人怎么去发生 所以会涉及到很多的呃角色扮演 然后要把之前的一些可能你不好都不喜欢的东西不好的精力去演出来 嗯但同时有很多人去陪你去感受 所以我我个人会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有安慰的事情 就是他是一个一群人一起去感受的一个事情 然后其次他会给你带一个reframe的感觉 就是你会做出改变 然后或者说你有一个想要的改变 然后或者说去逐渐的接受这件事情 他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process 整体是一个蛮大的一个系统 解决童年创伤是要能进行童年回回演那样的咨询师吗 就是或者in general解决童年的创伤有什么样的practice 呃我觉得不用就是没有一个就专门就只有就没有一个certificat 说我要有才可以去呃做这个回忆童年这种类型咨询 主要是看你更自己感觉更能relate to 哪一个流派呀 或者你更想做哪样的工作 或者说你想要做多久 嗯还有是就是比较其实比较整体就是你跟那个咨询师有没有合得来 如果你的目标是想聊聊一些童年的问题 然后且你会比较想就是可想就是探索一些这个内心比较深刻的问题 那你可能会想找一个让你感觉比较安全 且做一个长期工作的咨询师 谢谢那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啊关于聚焦疗法 凯特老师有了解过这个practice吗 和mindfulness是不是差不多 哦 EFT 哦呃 EFT 跟mindfulness不 呃有很多 有很多就是相辅相成的地方 对嗯比如说像我刚刚提到一个tapping 其实在tapping过程中就很像你在做就meditation 他会告诉你就是去 去怎么去processing那些想法 嗯 是一个比较带grounding的一个technique 嗯他如果说跟特别的meditation mindfulness based practice 不一样了 可mindfulness based practice 更多是 嗯会涉及到一些冥想 而且他会涉及到一些就是呼吸训练的比重会多一点 比如说我们比较长说就渐进是呼吸练习啊 然后还有一些这种肌肉放松那种呼吸练习 对他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就是呼吸breath work的内容 这里查到聚焦疗法也叫emotion focused therapist 所以叫 EFT 什么 对对 EFT 哦我都不是比较聚焦疗法 我只知道英文叫什么 我久没有看了 Kate老师能聊一聊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是有一些mandatory reporting process 因为我知道有一些self harm的朋友 可能会有过就是不想被咨询师就是report 但是可能又有一些self harm的一些想法 就在这种时候如果Kate老师可以给一些建议 就是要分享到什么程度是不会被report 或者有有什么具体的mechanism 嗯一般一般情况下就是对自己或者他人造成生命威胁的时候 也是会被report有时候还会被强制送进医院 比如说有些就是自杀有自杀倾向会尝试自杀的人可能会直接被送进医院 而是因为一定要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 对或者说有些人会有一些嗯 想想杀别人一些就是嗯一些想法 这样说好奇怪 但是一样也会被送进一二 对嗯 嗯还有就是比如说child abuse 如果你如果尊师在他的咨询过程中 感觉他的client受到了child abuse 或者他有abuse他的孩子 或者其他孩子的一些情况 知道在美国是情节比较严重的 是一定会被report出去的 嗯如果单纯是自自自残self harm这种类型的嗯事情 有有可能就看情境严重 有可能也会去医院嗯 不过不会说受到那种呃不一定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如果不是那么严重 不会受到那种强制的要求 说你要去去用一些ment of facilities 去带着那种 谢谢看到是这样具体的介绍 嗯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couldn't have orgasm out of deep connection with our partner 就是可能关于romance方面 或者有一些couple counseling 要不要泰特老师也可以cover一下 那个方面需要一些什么 什么有什么样的practices 有什么样的资质或者approach 嗯这我会建议去找一个就是有sex therapy 的就是certificate 还有这个经历的咨询师啊 他们会呃更加这个也是需要专门去coul certificate 所以会做很多的就是呃性啊性别相关的一些就是training 然后也会比较了解怎么去work这个问题 因为很多时候像呃就也分吧 有时候你是要做individual 但有时候大家会想要做一些family therapy 或者couple therapy 那又涉及到就是可能要一起去探索这个事情 然后确实有一些啊比较多的techniques 嗯不同的方式 对所以一般是需要一些资质去做的 我觉得如果这个方面需求可以去看一看就有没有什么 附近有没有这个类型的therapist可以去帮助一下 叫sex therapy 就是sex therapy ok 呃下一个问题是请问一下journaling 对于心理治疗会有没有帮助呢 或者对于每一次session做记录 怎么样才可以呃帮助内化therapist 说的话这应该是两个问题吧 第一个是关于journaling和心理治疗的一些关系 嗯我觉得journal的话是是有用的 但是这个因人而异 因为有些人他真的就是写不下去东西 或者写东西 他不擅长用这种语言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话 可能是没有什么用 而且会写着很烦 对但如果是你觉得是对你有用 而你写的下去的话 或者有时候有些人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知道自己适不适合这个东西 可以去尝试一下 整体来说 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coping skills 就是可以让你去更多的processing 你的想法呀感受啊 是一个为自己可以做的事情主要 因为你要做咨询的话 你可能一周一次或者一周两次 但是你自己的话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处理一些感情 或者一些想法 嗯然后呃如果不喜欢就是单纯写字的话 现在还有一些比如说bullet journal 就是有点像我们做PPT这种不同的bullet 你可能就是今天我就写几个bullet 就是我今天做这个做那个我感受到这个情绪 对他不会很很费时费力 然后也不会要就是有很强的逻辑 然后把这个东西全都写下 我可能就是想到什么 就把这个bullet写下来就可以了 很多人会用这种方式就会比较省时省力 然后比较好用吧 然后也有些人会用一些就是 叫blog 录视频 对用录视频的方式去记录自己的生活 或记录每天拍一个五分钟十分钟 记录一下自己的感受 还有人会用一些语音就是嗯 就也就都是journal 只是不同的形式 就聊一下我今天干了什么之类的 嗯就不一定都说很trade journal 我要把它写了很多很多方式都可以去试一下 那关于每一次session都怎么做记录 或者就有有没有相关的guidance 就是说对于一个session来说 需不需要记录或者他记录的重要性 对于每个人来说就有什么样 就可以怎么样衡量呢 嗯我觉得这个记不记录是更看个自己的preference 对嗯我知道有些人就是喜欢就是边听边聊边记下来 这样子自己可以去思考 然后有些人就觉得更想赶快多说一点 对看你自己的一些preference 如果你觉得记下来的话可以帮助你去就是更多的去想的话 可以可以记一下啊 如何内话我感觉更多的在于你自己怎么去 怎么去观察自己和怎么去思考吧 嗯也不一定是咨询师说的话 都是有用的 你可以去看一看对于你来说怎么样是对的 嗯也要看你自己更偏向的聊法 对因为我个人的话我不是那么喜欢就是CPT那种 CPT那种就是咨询师在一个更权威的角度 帮我去解决我的问题 所以我可能会我个人可能会更喜欢就是自己去思考 然后去判断这个东西对我有没有用 更多在于你自己去多思考一下 如果没有时间做这个事情其实也不重要 每周去聊一次啊或是每两周去聊一次 这一段时间一周的东西浓缩到一个小时的时候 你可以一般情况下你提到的都是对你印象最深刻的 那确实本身也都是有用的 我们进行下一个问题 是不是在symptomatic的时候才好看therapist 还是asymptomatic的时候就也可以去看呢 我是觉得都是可以去看的 因为咨询不一定是要有一些症状 我会说有心理问题才去看的 很多人会想要比如说提升自己啊 个人发展 比如说比如说比如说有一个问题 但是他并其实并不是一个太为大问题 就是说长期来说 嗯想改善 然后举个例子 假如说我拖延 但我们其实没有拖延真的影响我做什么 但只是我每次都会拖那么一点点 那你也可以去找咨询去帮你改善一下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并不一定是一个心理上给你带来严重影响的呀 或者给你带来一些不好的后果的 可能仅仅是有一个我不太满意的地方 我想要改善 对所以有没有symptoms的时候都可以去找咨询 嗯而且我觉得长期找咨询整体来说 都对自己来说是一个个人发展 没有什么太大坏处 除了你找一个真的很不好的therapist 没有什么特别的坏处 我推荐大家都应该去看一看咨询的整体来说 如果有时间和能力的话 下一个问题也是伊林的 作为therapist 看therapist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 会衡量他们吗 还是会学习吗还是 嗯我觉得都有吧 我自己看therapist role 嗯就还蛮有意思的 因为嗯比如说我学了一些理论啊 或者学过一些techniques 嗯有时候我的therapist跟我说起来 我一下子知道他要干什么 或者他在干什么 当然也是有效的 就并不是说这样做就没有效果 就是可能我只知道干嘛 我自己平常没有试过 但是他让我试一下 我自己就去试一下 那可能是有效果 只是说有时候会突然一下子有个醒悟 就是哦 他在做这件事情 我学过 或者说我也对我的client做过这个事情 就比较比较有意思 然后嗯 我觉得我自己的感觉也是会 嗯也会观察他或者分析一下哦 他这个proach是什么样的 或者说他是怎么做这个工作的 也会也会学习一些 其实我我个人会这么觉得 因为对于我来说 我会我对我的therapist还是蛮感兴趣的 我是没有想到我能找到一个这样的therapist 因为他跟我的背景差异很大吗 他是一个六十多岁的白人女性 对所以我就会 我在最开始跟他工作的时候 然后我会思考哦 那为什么我们之间差异这么大 还是能建立很好的联系呢 嗯我就会想这个问题 我就浅浅的分析一下他都做了什么 让我感觉真的感受很好 确实会确实会有很多的思考 咨询师对吃药是什么态度呢 我觉得这个要看具体的情况 因为我不知道你的咨询师具体是怎么跟你说的 所以我不太清楚他对于就是你吃药这个具体的是怎么想的 但是呃大部分咨询师呃如果有吃药的话 通常会帮你去可能会问一问sat effects之类的 有没有副作用啊会稍微follow up一些 嗯我不知道你咨询师是本身是可以开药 还是说你跟其他人开药的 我觉得其实如果你有这样疑问 你可以直接去跟你的咨询师聊一聊 就是你可以问问他就是既然感觉你这样子说好像 嗯我吃不吃药不是特别的重要 或者说感觉我本来期待中你会让我吃药 因为觉得这是对我有用 但是好像你没有怎么做 让我觉得很奇怪 对可以去跟他就是比较坦诚聊一聊 看一下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对如果如果这个药物真的没有特别有效的话 你也可以跟他讨论一下 嗯要不要换药啊之类的 但是也有些就是精神的药物 他是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有效的 就有些人可能要吃一两个月才会突然一下变好 但之前的话还是会维持之前一个很不好的状态 所以具体也要看你吃的是哪一种药 我觉得你可以去跟你的那个咨询师或者给你开药的人去讨论一下这个药就是多久会有效 然后或者说他真的对我没效 还有没有办法改 或者他们整体对于你用药这个想法是怎样的 我想帮呃一个transtransgender的朋友问一个问题吧 就是呃如果有类似的就是呃 关于自己gender或者sexuality方面的一些不确定有一些什么special practice 可以去找一些帮助吗 嗯我觉得这种的话你如果找就是比较general咨询师的话 可以找就是他们specialization里面提到lgbtq或者sex therapy的 因为这种的话他们会有足够的 背景去背景知识去帮你去探索这个问题 或者你可以直接去找就是有sexual therapy certificate 的 嗯人因为一般去做sex therapy 的话他会对于性别啊性别认知啊这些都会比较了解 嗯然后如果是有呃我知道还有些人会去就是trans这个群体会做嗯 general confirming therapy 啊这个是为了去做一些可能去做一些呃就是就是改变性别的手术啊之类的 然后也会帮助你去做一些性别的探索就也不一定完全是嗯手为了手术之类的 对嗯主要是找这个方面大家的profile一般如果有啊懂这个方面内容的人他一定会把这个东西写上去 对因为是一个比较小众而且是一个比较为这个群体服务的大家一定会写上去 所以就找一下这些关键词就可以 那我们今天看大家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了那就非常感谢大家 来参加今天的这个session 如果有什么feedback 的话也可以欢迎直接呃 dm 我或者其他的呃 啊博文子的工作人员最后 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卡特老师的instagram wechat或者呃小红书账号都可以关注一下 卡特老师之后应该也会有一些学术研究可以publish吧 已经是赛地还是要写很多论文的 希望希望顺利 谢谢大家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发时 我们下期发,我们下期五项目的 如果您知道